這有一個動機,要比較冷的就給你動機 這水通常是清的 動機都在裡面 所以在這裡比較佼佼的房子 我們是做高床,用水盡量減少 然後雨水分離 後續的水的處理就比較簡單 因為水不是很多 然後我們產生的早氣 我們就做發電 或者是租車的加保溫 員工的洗澡用水 還是優格 都可以把早氣用掉就用掉 不要排放到大氣 破壞地球的大氣體 早氣發電的話 基本上可以節省我們用電 差不多多少 目前大概可以 我們現在只是用在 潰水處理的部分的用電 也不是很多 一個月大概省個幾萬塊油 沒有很多錢 不會很多 重要的是對環境 對,是這個樣子 雲林縣的話 有非常多的一個畜牧場 那當然畜牧場也造成一些民眾的一些對污染方面的一些疑慮 所以縣政府目前的話 我們是希望推動 第一個是減費 第二個是綠能的一個畜牧場 那我們希望朝這個方向來去前進 那減費的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它的一些污染的一個 就是有關於情緒分的部分 能夠減少用水量 那相關的一些廢棄物的話 也希望能夠再回收利用 那比如說可以使用早氣發電等等 那在綠能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它的屋頂能夠裝置太陽能 雲林縣可以說是一個養豬的大線 那當然對於提升我們的農業的產值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呢 這個有關於養豬場 種種對環境的一些衝擊的影響 應該要降到最低的程度 那同時呢 就是說這些廢棄物的處理 我們希望它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 所以我們新的板環 新的地下的去的行為 我們的要求是採用高床式的 高床式的 同時必須要密閉 要做這個水簾 那麼這樣子呢 可以除了說這個 足之的這個生長的環境是比較好之外 那同時對於這個廢棄物的 它可以節水 只要是節水 然後對於廢棄物的處理 我們也一定要要求達到標準之後呢 才能進行開放 我們今天到這個山園養豬場 可以說是我們雲林縣非常知名的 一個示範的養豬場 剛剛我們看了一圈之後 就覺得業者呢 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 他願意來投資大土的成本 來提升我們這個養豬的這個環境 我們今天非常敬佩 我們希望政府跟民間 大家能夠同意的合作 能夠來改善我們的這個養豬的環境 能夠達到這個環境保護的邀請 哇 在大陸上